朋友们好,我是李南央,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5日,是我联播我有这样一个继母的第18期,这期开始新的一章,整理理瑞日记的曲曲折折。 父亲去世后,张宇珍将我告上法庭,有的朋友说,你应该把整理你爸资料的过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你和爸弟中有多么的不容易,否则不知内情的人总向着张宇珍,你也太冤枉了。 我回答说,反正那些资料都在胡佛了,这是最重要的,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 但是,既然张宇珍诉我的案子,被北京西政局法院判定他胜诉,那么这就不是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的事了。 回顾整理父亲的那些资料,特别是日记期间的曲曲折折,也是留下一份史实吧。 张宇珍诉案审判长张涛在判决书中认定的张宇珍提交证据3,是李约的一份网上说明。 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份李约声明。 判决书中只断取了一句,未经我授权,任何人不得擅自发表和出版我的日记,括号或使用其中部分文字,括号。 现根据中领馆通过美国联邦快递转给我的张宇珍起诉司法文件中所符证据李约声明,括号2016年7月5日陆入于下。 括号错别字赵路,用加黑下话键标出,也就是这份声明是张宇珍还有我哥哥的女儿写那封信,说我是偷出悄悄运出国外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个非常有利的证据,因为这是李约的声明。 那么我就把西盛区法院判决书中所符给我的这份声明呢,我把它念出来啊。 上面是我父亲的首字,请世龙同志在网上发表李锐2016年7月5日,下面就是打印的了。 李锐声明,十几年前,括号2003年,括号,我同王建国先生签订一份出版本人多年日记,括号1946年至2003年,括号的协议。 即使,王建国复印了全部日记,进而入围电子版打印成告,期间,括号2009年问号,括号完了,我曾将仔细教筑过的日记,括号三年,括号,打印稿寄给王建国,王竞成没有收到,括号,此系括号邮递,为宋达收件人士必退回,括号。 此后,因我经历不足,无暇日记,教助等原因,该协议难以实施,自行终止。 由于年迈十亿,我一时找不到协议文本存放在哪里,故多次要求王建国复印一份给我,以便双方正式签署一份终止日记出版的文字,括号,明确已超过日记规定出版期限,原协议废止,括号完了。 王建国始终不予打理,鉴于王建国手中握有上述全部日记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打印件,我郑重声明如下。 请大家记住啊,他说的是,就是王建国的日记是1982年到2003年,这是王建国拿走的。 一,上述出版本人日记的协议,早已失去法律效率,自行废止。 二,王建国不得以任何名义发表和出版我的日记,括号,部分和全部,已经审缴和尚未审缴的,括号完了。 三,王建国需将印制上述日记的一切资料交还于我。 四,为出版上述日记,一位知我敬我的企业家张森,曾向王建国捐赠人民币40万元,既然日记出版协议中止,王建国应归还张森大部分捐助款,括号,扣除,复印,录字,印稿等少部分开销,括号完了。 五,微信我授权,任何人不得擅自发表和出版我的日记,括号,或使用其中部分文字,括号,为者当受法律追究。 六,2008年,女儿李南央编辑李瑞日记三册,1946-1955,1960-1965,1966-1979。 由美国西州出版社出版,是我认可的,此前,我曾坚持亲自审教这些日记的亲养,但中英年事已高,91岁,后又发生心脚痛,住院等原因,未能如愿。 七,关于日记发表和出版事宜,我会在谢母人生之前另做嘱托,如果王建国先生见到此声音,万能主动与我联系。 父亲要求与王建国的协议发公开声明的事,向我提过多次,第一次听到,我就立即向叮咚询问了那40万元的资助是怎么回事,叮咚回复了。 南洋你好,关于王建国和李瑞日记一事,时间应该在2002年,我和李老在匡沟招待所做口述历史的时候,王建国有一好友,愿意出资在香港出版李瑞日记,预算可能是40万元。 当时,我将王建国引荐给李老,他先期交给李老两万元定金,要和李老签订协议。 此前,已有人将部分日记用简体录入存在我处,我将电子文本交王建国。 他转换成繁体字,排出书记轻样,当时想请朱正、徐一农等帮助合脚。 但朱正看了轻样以后,感到错误太多,一是录入者有物质,二是电脑软件简体转繁体造成了更多的错误,一页纸上的错误多达几十处,技术上无法进行。 加上日记内容敏感,李老对此时出版也有顾虑,抽搐再三,这个计划只好终止。 他们在深圳排版出轻样发出的经费,或许有几千到几万元,绝不会达到十万元。 经费方面,我完全没有经手,王建国也是证人君子,热心出书完全是为了抢救历史。 他后来因为协助出版与高官相关的重要回忆录,遭遇过警方压力,此时如果述诸舆论,会带他产生不利影响。 这就是我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希望可以澄清某些传言。 叮咚,2015年6月19日。 我还要再说一次,就是怕读者们听来听去又听糊涂了。 我替父亲在美国出版的书是1946年到1980年,也就是他平反复出之前。 和他解放以前的那段日记,后来王建国出的就是这个之后,一直到2003年的这段日记,但是这个日记就作废了。 这也就是李日声明中所说的,1946年到1980年这个日记,我出版的,他同意的,他经手的,他知道的,而王建国后来那日记,他希望作废。 2015年10月回国,我向父亲和张宇珍转达了从丁东那里得到的消息,张宇珍一口咬定, 王建国就是拿了那40万元,我心里非常别扭,王建国拿没拿,我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看见你,从张宇珍手中,结果预付款,望纸抄上吐的兔们点数了。 我还保留了另几封就此时,从丁东他的妻子小群的来往电邮,录在下面,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的声明已经写好,一切已与世无补了。 2016年7月14日,晚上5点13分,丁东说王建国并未坐过牢,只因出书被预约谈过,日记是因找王建国说一下,没有必要发声明。 小群,我是在5点46分立即回了,我没有王建国的联系方式,如果丁东能跟他说一下,并请张宇珍跟他一起去看一次我吧,当面说清是最好的方式。 南洋,丁东呢,在6点22分要跟我回了,南洋你好,王建国电话是XXX,手机XXX,这件事前后你我都清楚,王建国要出日记,出于善意,搭了钱,搭了时间,没出城,人家也没说什么,再猜疑人家就不合适了。 王英参与出书被约谈过,所以现在形势特别低调,我在炎黄特殊时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中宣部正要把炎黄春秋给封了的那个时候,后来就,果然就封了。 我在炎黄特殊时期和他通话,恐无异,将来你有机会可争取与他见面,他常驻深圳,丁东。 我想,即使非法界人士,也会很容易地看出,张玉珍提供的证据,李运声明是针对王建国,而非李南央,拿这份声明作为起诉李南央的证据是荒唐的。 那么,王建国与李玉之间出版日记的协议,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是用原始文字语说明,下面我是同大表姐和楼上金书旺白白小女儿小满之间的来往电邮。 小妹你好,就是我的小名了,只有几天就要过大年了,到处理事过年的气氛了,明明我就回家,年后初七才回来,因此提早给你们拜年了, 祝你们全家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舅舅四七七九年的日记,你开始整理了吗?天天还是那么加班,千万要注意身体,不能干得太晚,睡得太晚,望你百能之中保重身体。 对了,你说舅舅82到2003年的日记,已与香港签订合同,合同对舅舅不利,而且离谱与注重都是反对出版的。 我觉得这事非同小可,舅舅82到2003年的日记,是由谁整理编辑的? 82到2003年的日记,是近二十年的人与世,有些牵扯到国家与高层人物的大事与个人隐私是不易或不能公开的,这关系到舅舅的声誉与晚年的安危。 离谱与注重反对的原因是什么?离谱与注重可是舅舅的真心朋友啊。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对舅舅非常不利,他们是不会反对的。 舅舅的看法呢?你的看法呢?你要和离谱与注重沟通,交换意见。 如果离谱与注重的看法是对的,是有利于舅舅的,那么你要与离谱和注重联合起来,一起说服舅舅。 宁可毁约不出版,绝不能对舅舅带来不好的影响。 舅妈是怎么看这事的?这是让我很不安啊。 趁身你还未组成熟饭,一定要好好处理好这事,拜托了。 问候替中你妈妈,大妹,大妹就是我的大表姐。 2006年1月24日,大妹你好,就是我给我大表姐,回了信了。 也像你们全假拜年,今年春节恰好是周末,我们约了朋友大年三十来吃饺子。 离谱和注重反对的理由是时间太近,很多事情太重大,太敏感,许多当事人和他们的子女都还在世,公开了麻烦太多。 我爸认为可以出山洁本,但是离谱和注重认为,这样日记价值将大打折扣。 离谱的态度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生前出,完全可以留给南央, 让他在你身后整理出版。 去年十月份回过那次,我试图以出版商的人品问题,说服我爸终止合同,并约了丁东和薛京一起来谈。 但是丁东他们坚持出,认为只要出了就有影响,不要计较出版商的问题和是否删结了不好的问题。 我爸也还是想生前见到日记的出版,听了丁东他们的意见,并且说妈妈已经拿了人家的预付款, 不出书就不合适了。 后来,我爸将他自己已经最后矫队好了的,做了商界处理和注释的一部分日记交给我, 让我拿到美国做最后的看脚。 我答应了,一方面想了解日记到底有哪些内容,我没有看到过这部分日记。 我上面说了,我做的是1980年以前的日记,80年以后的日记,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 哪些内容现在发表了会有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想要用拖延的方式将此事拖下来。 但是我爸交给我此事的第二天早上,就急急打电话来说,此事不让我插手了, 说让我在美国做此事不合适,就是帮他矫看80年以后到2003年的这个日记,不是说80年以前的。 我感觉是张阿姨的态度是不让我手中掌握一点有关我爸的文字, 坚决不让我再插手一件我爸的文字整理工作。 作家西青告诉我,张阿姨对我那封信中所说, 家中所有孩子中只有我可以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 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余生为爸爸做文字整理工作最为反感, 对他痛哭流涕地说,凭什么? 只有他能够继承遗产,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看懂我的信, 我的意思是对物质的东西根本没有兴趣, 只希望能够把爸爸的精神遗产继承下来。 也确实只有我会不计报仇, 没有任何功利之心地认真将此事做好。 在张阿姨面前,我已经是无能为力, 她抓住一切机会,向我身上泼污水, 不知道你是否看完了《早晨的太阳》那部电影, 七年十月份,我和爸爸一起在家看的, 第二天,爸爸当着来访的丁东和崔月平对我说, 妈妈昨天说,你在电影里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打了人, 我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我说她听错了, 我讲的是我一个好朋友打人的事, 幸亏看过这个电影的崔月平在一旁帮了我一句, 张阿姨搞错了,南洋确实说的是她的同学打人的事。 我爸接着说,对对,你那些是狗崽子, 没有权利打人。 我每年和爸爸接触的时间只有那几个小时, 可是张阿姨和爸爸是天天在一起的, 这种无时不在的, 对我的随时随地的泼污水, 我是完全没有能力抵御的。 对于你们,我还可以讲一些实事真相, 你们最终也相信了我, 可是对外人我无法解释, 因此能够得到的支持太有限了, 太无力了。 我要替爸爸做事, 比如日记和信件, 替钟和芒芒回国时, 都帮助我一起按类别, 整理我爸爸的信件。 那就再说一下了, 替钟是我的丈夫, 芒芒是我的女儿, 大家别有糊涂了。 张阿姨当着爸爸和我, 指着那些我们辛辛苦苦整理好的信, 就是放在小林寺单元客厅书柜的顶上, 用我从美国买回的文件和整整齐齐的归类放好。 张阿姨指着那些我们辛辛苦苦整理好的信说, 你留着这些信有什么用? 别人早就把这些东西扔了, 弄在家里倒着都是, 没有地方放。 我本来想把整理好的信带到美国, 慢慢打印整理出书, 可是张阿姨看得很紧, 我根本不可能拿走。 爸爸说, 妈妈认为你把这些东西拿到美国是理通外国, 是为了自己成名。 上次爸爸将龙丹子送给了我, 就是我上次已经讲过了, 就是列宁文学和那个马克思的一个文集, 在秦春监狱中他用紫药水在旁边写下了自己的诗, 我们就一直管他叫龙丹子, 就是说我爸爸把这个原件给了我。 现在每次长途电话都向我要, 说是国内有单位要保存, 我问是哪个单位要? 爸爸又知乌地不告诉我。 说了这么多, 只想说明一个问题, 我的任何话, 爸爸都会告诉张阿姨的, 他都会认为我有什么不好的目的, 因此所起的作用都会是相反的。 李福和朱仲的意见都已经向我爸表达得很清楚了, 还有作家西青也是反对现在就出日记的, 但是丁东出版商秘书都认为应该出, 再加上张阿姨拿了人家的钱。 有一次我在, 出版商说今天要给老头子预付稿费, 我说这不合适, 我爸他不会要的。 但是出版商给了张阿姨, 他立即接了过去, 我当时简直不能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 我没有办法。 你还记得那个湖南的女人汪霞吗? 好像是这个名字, 记得上次去长沙, 王静思说过这个女人的事, 这里呢我记错, 应该是雷霞不是王霞, 这个雷霞以后还会出现呢。 他为了他的香港老板和湖南的官司, 在我家住了好几个月, 并认了张阿姨和我爸做干妈和干爸, 要知道我回国是不能住在家里的, 家里客厅里那套蓝沙发, 爸爸说就是他送的, 就是说是这个雷霞送的。 现在给了胜利, 也就是说这个沙发那雷霞送给了我爸爸, 然后呢就又转到了张阿姨的养子书利家了。 但是我想这个女人能够长期住在我家, 张阿姨能够认她做干女儿, 她绝不会只给张阿姨这一点好处。 那次从长沙回来, 我提到你们说这个女人挺复杂的, 对爸爸说, 你不是一直提倡法制吗? 那你就应该遵守法制程序, 不要干涉当地的司法程序, 有问题, 让他们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你根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以后不要再管这类事情。 张阿姨倒是说, 以后这种事情不要管。 我爸说, 是你又是干女儿, 又让她叫干妈干爸的呀, 你急急得很啊。 张阿姨也无话可说, 我爸当时倒是答应了, 以后不管闲事了。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 没有人认真帮我爸最后做日记的看脚注释, 这件事也就无限期的拖下去了。 去年十月我爸说, 你要是能够回来两个月帮助我把日记搞完就好了。 我说, 太难了, 我只能回去帮你做。 但是第二天爸爸又变化了, 就是说他原来把他的那个缴好的日记给了我, 让我拿到美国做, 后来第二天又立刻打电话来说, 要回去不能让我做, 那显然是张阿姨的意思了。 也许你在张阿姨那里还有些好印象, 如有机会到北京, 你再劝劝我爸, 或可起些作用。 我知道朱正现在长沙, 你是否找他一谈, 听听他的想法。 还有一事, 去年十月我回国, 一天大胖子哥哥打来电话, 就是说是我二姑父的长子李迪康。 我正好也在, 他问我爸二十二号楼的邮编, 说是要把五十年代爸爸放在他那里的老蔡司照相机寄还给我爸。 我爸当时似乎很不高兴说, 不要寄了, 我现在也不照相。 但是大胖子哥哥坚持要寄, 我觉得这里肯定也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问问大胖子。 张阿姨不止一次说过张力, 就是大胖子哥哥的妻子, 他们的介绍人, 我爸爸和张与珍的介绍人。 张阿姨不止一次说过张力要挂在客厅里的那副无作人的影轻流, 说张力说舅舅是答应给他的。 我爸就在旁边说,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话。 爸爸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 张阿姨认为那些齐白石的话文革中根本没有烧掉, 是张力和大胖子拿到香港卖掉了, 要不小胖子就是说是张力和大胖子的儿子, 小胖子, 要不小儿子哪里会有那么多钱到美国去上学? 如果大胖子和张力这两个张阿姨的媚人, 最后都得不到他的好话, 我在他那里不是好人, 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我只希望张阿姨对钱的贪欲在我爸生前有所节制, 不要毁坏我爸仪式的英明, 但是我的力量太有限了。 我4月9日和妈妈一起回国, 会住在北京一个朋友家, 一个星期之后去西藏旅游, 先不要对我爸提醒, 到时在电话中谈吧, 很多事情信中写不清楚。 我担心的事情非常多, 心里一刻不灵,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一直不愿意将很多事情对你们说, 过去是怕你们不相信我, 会认为我是在和张阿姨争什么, 现在是怕你们过于担心, 但是没有办法的担心, 只有徒增烦恼, 不多写了, 这一切不要告诉他姑姑, 不要让他伤心。 希望这封信没有破坏你的节日心情, 一切听其自然吧, 性格决定命运, 这话即使我爸这样的人也逃不脱吧。 节日快乐, 小妹, 2006年1月24日, 整理理约日记的曲曲折折呢, 今天就先读到这儿, 我以两位听友的来信, 结束今天的节目。 第一位听友呢, 说的是, 现在天朝的臣民都已经不会说话, 一开口都是一样的辞早, 因为满朝野只能听到一个声音, 您讲的故事比那些空话、虚话、套话、大话、假话、谎话等非人话, 不吃好千倍, 而易海国现在只剩这些了, 您没有做错, 支持您的人一定大有人在, 因为从您的故事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一些生动的画面, 比那些经过编造涂了华丽色彩, 披了伪装的所谓正面故事更有历史价值, 所以这就是回忆录, 特别是良心人的回忆录, 最具有社会价值的原因, 您不用担心我是谁,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 七席级工科的, 出身最底层平民百姓, 不是大咖, 不是网工, 不是富商, 也不是工资, 就一切草原, 以退休宅家, 所谓之时, 就是探寻真实的过往, 给自己不健全的机体排排毒, 自以为傲的是, 我自认起码有一颗善良之心, 所以您的故事让我感动, 还有一位听友说, 可怜十四亿人生活在谎言之中, 学到的历史是被编辑剪切的, 互联网不让上, 教育医疗是他们收割的对象, 天天拉仇恨, 感谢南洋大姐,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中共的邪恶, 加油, 继续传播, 有根本不认识的草民呢, 愿意听我的真话, 那我就信心满满的继续讲下去,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听友们的回馈, 期待着继续收到你们的来信,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周末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